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这一期的汽车保管这个影片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款车的主角 其实你可以发现在大街小巷 都能发现到这款车的中印 所以这款车你要以为我讲的是国产车 就比较便宜的车款嘛 并不是哦 因为这款车其实它价格并不算便宜 而且已经算得上豪华车 这款车可以是奶爸车 可以是老板车 可以是管源车 也是可以一些特别的用途啦 你们知道的啦 所以你人生当中肯定是绕不开一台 Toyota Alford 或者是Wellfire 的 今天的主角就是关于保养 Alford 或者是Wellfire 的成本 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分享出去 所以我们Let's go 这样在我还没有开始讲 Service 的价格部分 其实Alford 在世界各地 都深受人民所爱的 但是在这个马来西亚来讲 我们还算是蛮幸福了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要购买一款 Alford 或者是Wellfire 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你可以说因为这个Toyota Malaysia 引进的这个Alford 或者是Wellfire 都要在350千起跳的这个价格 但是你可以看到路面上 绝大部分的这个Alford 或者是Wellfire 都是RECON就是复兴车的这个 翻售方式来购买的 所以价格的话就会便宜很多 这样这个价格方面等下我们 我们留到最后才聊啦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Service的价格先 所以我们讲一讲 Normal Service的部分 其实这个Toyota Malaysia的这个官方 根据就是给这个Toyota Alford 或者是Wellfire 给出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黑油 是用这个0W20全合成机油 或者是5W40的这个全合成机油的 为什么有两个呢 其实他们建议就是3年以内的 新的Toyota Alford 使用这个0W20的 这样在3年过后的这个Alford Wellfire 都是比较建议使用这个5W40的机油 他们价格分别是189令吉 for那个0W20的 还有240令吉 for那个就5W40的 就那个价格就会稍微贵一点点 这样这个价格是based on这个2500cc 就是2.5L四缸的这个Alford 或者是Wellfire的价格 如果你是购买到那个3.5L V6的 那个就比较贵啦 因为它的那个容量是6.1L的 这样普通版本的Alford Wellfire 只是使用4L就是一罐的黑油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购买到3.5L V6的话 你就要需要买2罐黑油 那个价格就会double up啦 加上其他一些维修的一些零件 我列在这边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它normal service的价格 如果是采用这个0W20的这个黑油的话 其实也没有讲很贵 就normal service就1万啊 2万啊 3万公里这些 就只是一个390令吉而已 如果你是采用那个5W40的话 就贵一点点就要价440令吉的 如果你是购买这个3.5L V6的话 就贵很多 因为那个均换的零件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那个的话 normal service的价格就会在650令吉 跟830令吉的一个差价啦 所以这个就是 depends on你使用什么样的黑油 但是建议就是3年以内的新车使用0W20 3年以后的这个可能是recon车 或者是二手车的 比较建议使用的5W40啦 那以上的价格是这个normal service的部分嘛 像这个Airford Velfer的最贵的时候 就是它的mejor series 就是这个4万还有8万公里的 这样在这些比较基础的零件更换值上 它们需要更换这个air filter 还有这个cabin filter 也包括这个aircon service 也包括brake through it 还有disk brake等等的 所以这些费用的话就达到一个1200令吉 如果是3.5V6的话就超过2000令吉了的 最主要这次的service 这两次的service啦 就是需要更换这个CVT的牙油 或者是这个8速制排变速箱的牙油啦 so depends on你是什么车款 最大的差别就是2500cc是使用这个CVT的 如果是3.5V6的话 就是采用这个8speed automatic gearbox的 像他们其实这个牙油的这个差价 就是价格方面也是差不多而已 就分别是280令吉还有305令吉 其实也没有差别很多 就差一个20令吉左右啦 这样还有一点就是当你达到这个10万公里 或者是5年的时候 你需要更换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火星size plug plug了的 so depends on你是什么车啦 就是如果你是2.4L或者是3.5L V6的 所以如果是2.4L的话就比较便宜一点 它大概的价格就是在89块半一颗的价格 如果是你同时更换4颗的话 就320令吉左右啦 如果是这个比较贵的3.5L V6的话就贵一点 就它单颗价格是107块30 所以同时它也是6缸 所以需要换6个Spark Plug的这个价格 就换650令吉 但是注意点如果你是亏这个Torota Malaysia 更换这个Spark Plug的时候 它们会征收多一个90令吉的这个Label Charge 这个Label Charge是额外的啦 如果你是normal service 再需要加多一个90令吉 所以这次的service也是超过1200令吉左右啦 那讲完这个普通service的部分 我们讲一讲它的损耗件 就包括这个brake pad啦 我是觉得这个Torota Malaysia给出的这个官方brake pad 是前面一堆的话是420令吉 后面一堆是280令吉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是蛮合理的 for一个D segment的车款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Torota Alpha 或者是Val-Fi的brake来讲 其实并不是讲那么的efficient啦 在那么大台车 在满轮的情况下 其实它的brake并不是很刺 如果大家经常要跑长度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一些performance的一些brake pad 那些价格的话就比较贵啦 肯定是六七百块以上 但是我觉得安全最主要嘛 就是MPV你需要在你的家人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 贵多一个一两百块 我觉得是值得花的啦 这样在轮胎方面呢 它有非常多种尺寸 因为毕竟这款车在日本真的非常多spec 分别从17寸18寸19寸都有 所以这尺寸来讲我就不一一这么说给你们看 我就放出一个列表 所以这Dota Alpha或是Val-Fi 通常只用三款轮胎的 分别是这个Brigeton Duranza Toyer Proxxus TR1 或者是这个Michelin Premium C4的 那这三款轮胎的价格分别从350块到850块 就depends你的尺寸啦 尺寸越大就肯定更贵啦 如果你是使用没确定的话肯定更加贵啦 所以在这价格来讲 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就一般的这个D segment 或者是C segment的价格啦 这样在电池方面 它是使用一个叫做12V 它有60AHS4024的Type 005L的这个电池 所以这个电池价格也不会太贵 就在350到380令吉左右 因为这款Alfred是没有带这个Auto Start Stop的 所以它不是使用那种EFB 这个边就可以使用一笔钱 如果你是买到Hybrid的Alfred 或者是Rafia就需要使用那种Q85EFB的这个电池 那个就比较贵一点啦 但其实这款车已经在马来西亚发布一段时间嘛 或者是已经在Recon车上已经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我讲的不是前一代 就是这一代最新款的这个AGH30的这个DOTA Alfred 所以这款车最多的一些common problem 就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可能是这个steering rack 所以这个steering rack的话 可能你看了一个五年过后 很多车主都会反想 诶这个steering rack一直有出现有问题 以及有出现一些异响等等的 所以这个steering rack也不便宜啦 需要更换的话整套总成下来要5500令吉左右 还有一样东西就比较常坏的 可能是这个Power Sliding Door的这个Motor 会容易jam掉 所以这个Motor Sliding的这个jam掉的话 你需要更换整套总成的话就非常的贵 单边的门需要2000块 如果你同时更换两边的门就4000多块 这还不包括人工啊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这个Power Sliding Door 就比较照顾一点点啦 就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Power Sliding Door的话 如果你坏掉它的不会突出来 或者是不会下降的 这一点你是完全开不了门 所以这一点你大家注意一下啦 还有一个东西比较常坏的 可能是这个Counter Valence Shop 这个价格就可能比较便宜一点点 也是需要千千车那就1800多令吉的 这样那么大台车它重量非常的大嘛 所以这款车的话如果你要更好的舒适性 你就要定期更换这个Lower Arm还有Azorber的 它的这个Lower Arm价格就是1100令吉前面一对的 如果是Azorber的话前面一对是1600令吉 后面的话是1200令吉 所以这套总成来说也是需要几千块的啦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年龄比较久的 可能Alfred Welfire需要更换的一个东西 就是Engine Mounting 所以Engine Mounting的话 在这个款车还是需要定期的更换 因为毕竟这款车的这个引擎承受的 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年龄比较久的Alfred Welfire 就会很容易出现这个Engine的动动 所以这Engine Mounting单颗的价格是790令吉 如果同时更换4颗的话就整3000多令吉啦 如果你是6缸的这个Alfred Welfire的话就更贵啦 这样讲完这些损耗件之外 你每年需要缴付的一些东西就包括这个Rutex 所以Rutex的话如果你是2.5L的话 就是840令吉左右 如果你是买到3.5V6的话就贵一些 就1630令吉的 interest方面就是大家都是4000块以上的 Depends on你买的是什么价格 或者是market price是多少 或者是CC是多少 这个的话就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啦 所以大家可以询问你自己家的保险公司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列出一个列表 给大家知道大概是多少钱啦 像我前面有讲到这款车 其实在马来西亚绝大部分的车主都是以Recon的为主嘛 所以这款车在Recon市场是多少钱呢? 像其实我讲的今天的主角是这个最新款 2018年AGS30 Face Sifter的Doyota Alfred Horswell Fire啦 所以这款车到底要多少钱才能够买这个 这个Recon的Alfred Horswell Fire 2018年的啦 因为毕竟在今年已经是2022年年尾了的 所以你已经不能进口2017年之前的车款 你只能进2018年以后的 就包括这个181920年的车款 所以我拿一个2018年的这个标准 来给大家一个价格的参考 所以从这个最low spec的这个X spec 就是8人做车款的Alfred Horswell Fire 他们的价格分别从190千到200千之间而已 从这价格来讲就比较清明啦 如果你需要high spec一点点的话 就这个X spec 所以X spec的话大概是价格是从200到210千 如果你需要7人做版本有那Pilot seat的话 就是从220到230千之间 你需要更高spec的话就包括这个SC的版本 这个SC的版本包括有这个电动桌椅啊等等 这些高科技的一些配备 所以这个价格的话就贵一点点 就分别是从240到250千之间 这样如果你觉得2.4L不够用的话 你可以觉得这个3.5L V6在你考量范围 你的budget允许的话 它的价格是从280千到300千之间 购买这个3.5L V6的SC版本 如果你需要最高spec 还有一个就是GF spec的这个3.5L V6价格 360千到460千之间 这个是Defense 你拿什么CC什么spec啦 所以以上就是我做出这个对Alfred Wildfire的 这个保养成本影片 如果你正在考虑入手一台Alfred 或者是Wildfire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配备 或者是这个价格是否你觉得合理的吗 或者是你觉得你会买一台Recon的 或者是买一台全新的DolataAlfred 或者是Wildfire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所以还想看什么车的一些保养成本计算 可以告诉我后再评论区 所以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这个频道 我是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